你好 朱伯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来 我们最要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省 合金市一堂村的高晓东 高晓东 对 这个是我的二人延芳 你们是平时的工作是表演吗 不是 我以前的工作是消防警察 后来是巡警 现在这十多年来 我一直在做专业的剪纸创作 剪纸 对 不像吧 真不像 好多人都说不像 你怎么会喜欢上剪纸的呢 我从小就喜欢美术与剪纸 把我的业余时间 都用在了这方面的学习上 期待着有一天 能把我的爱好 转变为我的事业 所以这些年来 我就一直在坚持 如果说一件事情 你要坚持的话 只能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不喜欢 但是必须去做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有太多的困难 你到底是哪种 我是后者吧 后者 对 你的困难来自于哪 困难有好多方面 家庭的经济方面 孩子的教育 老人的赡养 刚开始我对他那个 简直特别反对 因为他那个 用疯狂两个字 疯狂 对 他疯狂到就是 家庭的孩子的教育 家庭的经济 跟家庭家里面的琐事 他无问 经济困难到 我姑娘有一岁多的时候 她要吃那个饼干 我都买不起 多少钱 一块多钱啊 一块多钱 我都借同事的五毛钱 才给我姑娘买 剪纸要花钱吗 是啊 什么花 纸花钱 纸就是一张那个悬纸 就是福国墨的 就是八块钱 八块 对 可以买几袋饼干了 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 后来我干脆辞去工作 对 那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吃掉他自己的工作 就是专心的就是要做减脂 那更没收入了 一切一切的压力 就压在我自己的头上 我说他他不改 而且他还有一个想法 要拿这个减脂 要挑战基尼斯 所以就是说 把我弄得我都进医院 因为压力太大嘛 再开个鞋垫 就是通过鞋垫 维持我孩子成长 既然这么疯狂 我们看看 简纸的这个作品 到底有多精彩 这一幅简纸就是 中华双圣图 文圣给五圣 孔子和关公是吧 这个基尼斯的作品 缩小版 400名之一的缩小版 缩小版 对 这个原来的有多大 原来的是456平方米 这个简纸 它是先要构思 构思出来再画 这幅作品 从构思到完成 五年才创作 这构思谁想的 是我老公 让我老公说一句 你想出来 好 因为这一幅作品 从开始到完成 它要经十几道工序 画图的时候 就是拿一个拖把棍 上面榜上笔 在那个场地上画 我一个人画了三个多月 没有人陪我说话 所以说 这是一个困难 再一个就是 因为没那么大的纸嘛 所以就是要等不到一平米的纸 就要把它拼接起来 我二人就是为了帮我完成这个梦想 他就用那个电源一刀给我拼接这个纸 后来他跟我共同来挑战 从刚开始我是反对 到那个默认 到支持 到参与 其实他以前也不是讨厌他减职 他以前是讨厌他 不负家庭责任 对吧 其实他对于你的爱好 只要生活能支撑的 他都愿意去支持 爱你所爱 对 老师 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创作本身 应该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 你会这么痛苦 或者这么委屈呢 我给那个老师也解释一下 因为创作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 用了一千多张纸 这个经济这一块是我们的压力 我们都能砍过来 关键的是我们作画的过程中 就是一年四季的 在一个空旷的篮球场地里面 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们就是说 就是说一句话都是要跑过去 到他那块说 我在那个篮球场这边 他在篮球场那边 我们俩就是做话 就是说话你想 篮球场那么大 说话也听不见 我就 我看他去那个 出去了 出去了我一肚子气 我就找他 是不是他玩呢 我出去我看他 他站到那个 一个角落里面 他在那个大男人 在那个哭的时候 我心里面 我说我一定要做好 后边的一个 一个支撑他身体的 我能明白 其实我的种感觉 艺术家呀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 去表达 但是艺术家呢 又同时 他们又偏执又脆弱 他们脆弱的时候 需要你去呵护他 和照顾他 但他就靠着那份偏执 才能坚持下来 对不对 对 对 是 如果要流泪 也是幸福的泪水 而不是委屈的泪水 关键是在于 你刚才所说的那两点 手工艺的精湛 和文化价值的蕴含 这两点很重要 对 对不对 那么说这么多 咱们剪两个看看吧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把这个工作台给我们拿上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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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师 请看 哇 这好 特别是那个眼神 确实是很纯神 我很少看见这个剪指 有的时候我那剪的像 但是剪的神似的 就是那个眼神呢 很少见 你看 而且还真的剪出单眼皮 是吧 谢谢 还有给四位老师 你们猜一下 我们给你们做的 也是一个小礼品 富贵吉祥 不是 梅兰竹菊 关键的 我们是关公故里的 给四位老师 一人做一个 关老爷的那个肖像 谢谢 谢谢 好呀 好呀 好好好 来 上来 谢谢 谢谢 这样吧 大家都拿到了礼物 那既然要领略一下 剪指艺术的巧妙 就让老师带着 咱们剪一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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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你去把这个 看来自己剪得好啊 涂黑的部位 把它给剪掉就行了 来 涂黑的地方 把它剪掉 涂黑的地方 对 不一定容易哦 弯的地方 转角的地方 不那么容易剪哦 先把这个下边 这个黑的都要剪 你跟这个是心心相印 你跟这个是心心相印 好 相印 刚才说有俩孩子是吧 对 对 她们喜欢剪指吗 喜欢 她们就是我的传承人嘛 今天女儿和女婿来到了现场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 你好 你好 董老师好 来 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卫林夕 各位老师好 我是高晓东的女儿 我叫高亚男 刚才说你很喜欢剪指是吧 是的 董老师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做销售的 怎么大老爷们都喜欢上剪指的呢 我一开始不了解剪指 在我的印象中 我觉得剪指就是剪剪窗花 或者是剪剪什么小动物之类的 然后呢 当我到这个家里面以后 就是看到爸妈的作品 做的是人物文化 历史文化 以及德效文化 通过这块来 让我深深地被吸引了 如果她在爱上一样东西 我肯定支持 会有你妈这么支持吗 我会 做得到 做得到 她们像她们的内容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 就是也是比较心酸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在做那个大作的时候 在篮球场里 然后当时我就去送饭 她们俩都睡着了 整天没日没夜 那么去剪指 就特别累 然后她疲惫地就躺在地板上 当时那个地板 特别特别地冷 她们就全睡着了 当时我送饭的时候 我就很心疼她们 然后呢 我就没有叫她们起床 就是想她多睡一会儿 当时那个情况下 她们都能坚持 就是我的老公 如果她愿意去做的话 我也一定会支持她的 坚持做一件事情 本身就很难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 诱惑挺多的时候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我的心愿 你的心愿 请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想在国内举办一场 剪指艺术专场展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因为我吉尼斯挑战成功以后 已经马来西亚邀请 吉尼斯那个作品 在马来西亚举办了一个 全球的手展 所以说我回来以后我就在想 咱们的东西 怎么没有在国内展出呢 四位听了她的幸福心愿之后 我觉得赵晓燕应该首先发言 是 我觉得高先生 真的很让我感动 你们的这个创作的过程 环境是非常艰辛的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 那个东西能做出来 其实是太太不离不弃 那我明朗的话 最开始是做这个策展工作的 策展服务的 那所以呢 在您这个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提供支持 谢谢你们 让我们看到爱的力量 加油 谢谢 我来自凤凰古城 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 去年在我们凤凰古城的 群洛氏美术馆 也有很多世界的这些大艺术家 都在我们这儿做了艺术展览 所以呢 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 我希望邀请您 以及您的作品也 好 谢谢 谢谢 我个人呢 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希望能够 私人定制你的作品 把它呢 画到我的办公场所 让更多的人 能够欣赏到这种文化的美 谢谢 好 谢谢 剪纸艺术呢 其实是一个做剪法的艺术 把不要的东西抠掉 对 它跟其他的艺术 比起来 最精妙的一点就是 那剪纸一刀下去 错了就是错了 所以你这一辈子都在 执着于做一些 一丝不苟的事情 对 人生变迁似水流年 爱的剪影情的蔓延 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 一直支撑你 就是因为你这种专注的精神 是可爱的 是让人敬佩的 祝你的幸福幸运 早日直线 祝你们全家幸福 再见 谢谢 谢谢 对剪纸的热爱和坚持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让高晓冬 剪出了世界上最大的 中国传统剪纸 愿他的心愿能早日实现 也祝愿有追求的人们 都能在自己的爱好中 找到幸福